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11月1日 星期日 這節是一節特別的報告來的 主要是說一下現在的疫情 是來的 第二波衝擊 因為歐洲 踏入冬季 現在我們的天氣冷了很多 現在室外 幾度左右 英國 法國 德國也是 法國在28日 總統馬克龍 已經宣布再次因為防疫緊急狀態 進入全警封鎖 所有重症的通報也暴增 所以醫療系統 因為受不了關係 他們就要即時封鎖 德國方面 總理馬克爾也宣布11月2日開始 德國進入半封鎖狀態 除了意大利 還沒有封鎖頒布措施 西歐大陸 已經進入疫情來袖的第二次衝擊災難 我們 英國也一樣 英國宣布在星期四 即是5日 即是11月5日 要重新鎖定 鎖定日子是一個月 到12月4日 這次鎖定日子 基本上大家也開始有心理準備了 下午我們 日後的時間 我們也要 趕快出去入貨 買米 買 電飯煲 因為我們還沒有租到長租的房子 所以一直都不買電飯煲 想著 不用煩了 現在人越來越多 很多手足在這裡住 一定要買電飯煲 買米 油鹽 醬料 紹興酒 蠔油 買了很多東西 買了幾百磅 日貨 生活的必需品 由於雪櫃不夠大 我們也要買多一些比較乾涼的東西 公仔麵 麵包 可以放的 不用放雪櫃的東西 蔬菜也要買一些 蒸餾水 或是礦泉水 所以 接下來 這個情況也會繼續惡化下去 因為估計越是接近lockdown日子 就會帶兩人去超市買貨 我們到了超市的時候 看到貨架上 其實被人掃了很多貨 急凍食品就沒有怎麼掃 因為始終每一季我家的雪櫃都是這麼大的 沒有可能一時間可以放很多很多的急凍食品 所以 急凍櫃反而還可以定得到 因為上一次封城 根據歐洲的朋友經驗 上一次 是突如其來的封城 很多人都準備不及 所以才有搶廁紙 搶食物 這些物資的團織 政府也頒布 每人只想買兩包意粉 你想買多也買不到 餐廳也不開 所有的食肆也不開 當時是連有錢也沒得吃 使得 這個經濟受到很大的打擊 這次 也是因為 天氣一搭入冬季 老實說 天氣一搭就容易病 傷風感冒 咳嗽 就是 不只是對愛一般預了 而且如果長天氣一搭動 或闊傷風感冒 neces 幹嘛 並且冷凍 Raphael 都是很容易喔 可是有時候 暖氣還不必一定可以的 暖氣也不能保暖 所以 天氣一溶 就是很容易的 puisse感到的 歐洲各國的防疫封關 其實這次是比對面得泛不寬的 例如德國發覺 高中以下的學校仍然正常開放 農場工業制活動也是 如期工作 餐飲觀光主要服務業 再度癱瘓 法國更進一步限制國內跨區和歐盟非必要交通往來 一個月前曾公開反對重新封城的馬克龍表示 當前的封鎖命令 已經是醫療崩潰和經濟崩潰之間的中間妥協 即是說 他們也不想經濟崩潰 但是 醫療崩潰更加頂不上 所以暫時選擇是醫療 要頂住 所以經濟方面大家要 給下麵了 英國情況 英國的食股有部份應該都會 提供到緊急的服務 難道你不讓人吃飯嗎 家裏如果真的要外出吃怎麼辦呢 已經有六人限聚令 即是一張桌子只可以坐六個人 所以我們 跟手足出去吃飯 上次去喝茶 就分開兩張桌子 上次也不便宜 喝茶喝了120磅 兩張桌子加起來 如果計算香港就不算貴的百多元 好了 英國方面 英超宣佈了 不受影響 因為現在英超也不讓觀眾入場 最近有很多爆冷賽果 因為沒有觀眾嘛 所以主場不時也開始鼓掛 有些作客就更加鼓掛 這次其實我們想討論什麼呢 我們想討論一下 全世界 面對第二波的疫情衝擊 尤其是天氣一寒冷 其實大陸也會 天氣一寒冷 上次沙士到了7月份 就可以殺死沙士 這次 在夏季熱天的時候 這個病毒也繼續大流行 而且在熱大國家 新加坡 印尼 泰國 泰國就好一點 沒有爆得那麼嚴重 在新加坡 印尼 大概是沒有辦法的 即是說 這個 疫症基本上是 不怕天氣熱的 是會繼續存在 但是天氣冷 可以說是如虎添翼 我們其實就要研究一下 這一節 除了說lockdown之外 我們想跟大家說 全世界是因為這次lockdown 有一個結構性的改變 大家的生活習慣 徹底改變了 以往 大家要上班的 現在可以是work from home 在家裏工作 所以 交通方面的需求 減低了 不讓人去旅行 不讓人入境 全世界都封城 你去不了我那裏 我也不去不了你那裏 旅遊業 和酒店業 坦白說 是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我們看到 香港的國泰航空 搞得要將港龍 接埋 而且他也受到巨額的虧損 要政府注資300億 不只是港龍 香港國泰和港龍 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死了 航空受影響 飛機也很糟糕 波音飛機 300多元 估計只剩下 89個多 現在反彈了100多元 除了 航空業 旅遊業受影響 零售一樣 也沒有人逛街 舖頭 商場 零售店 基本上也是毀滅性 大部分都輸到做生意的人 當一個地方 商場 會受到疫症的影響的時候 大家不如盡量網上訂購吧 有部分的行業 是受惠的 例如網購 網上的業務 全部都是受惠 凡是沒有辦法做網上的業務 全部都是受惠 旅遊的 沒人在網上旅遊的 是不是要去過網上看了 我不需要去旅行 不是的嘛 不是的 想去吃吃吃吃吃吃的嗎 現在沒有辦法了 沒辦法了 現在全世界的經濟結構改變了 加速互聯網的金融發達 互聯網的經濟發達 但是 對實體的打擊 是很嚴重的 大家只要 說得出來 例如百貨公司 超市不同 超市日用品 因為你也要買 超市反而生意很早 快餐店 就一點點 所以你如果是便宜的快餐店 就可以做下去 很多人轉成外賣 變成 傳統的酒樓 那些比較大型的食肆 首當其衝 因為他們的成本貴 租金多 而他們的場地坐不滿 他們是一定虧本的 即使你外賣多少也好 酒樓始終做不到很多外賣 外面的外賣店 餐廳 那些小型餐廳 反而那些會做很多外賣 因為他們做開 所以 整個結構 對於整個經濟結構 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剛才我們所說 我們之前 分析過 住宅 一定要住 但是寫字樓 車位 可以不要的 工廠也可以不要的 酒店 死定了 也沒有遊客來 酒店是誰住呢 所以 有幾類的物業是跌得很重要的 商店 因為實體店 是受網購打擊 加上疫症關係 也沒有人逛街 香港很多店鋪 十七九空 地鋪都封空了 要不就搬便宜一點 要樓上鋪 地下20萬樓上 兩萬老富蟹都搬樓上 全世界的經濟 慢慢 由實體 變向虛擬 而虛擬 做多了很多生意 不過 虛擬始終也要有實體的back up 沒有辦法 只有虛擬可以生存 所以 接下來 首先復甦的 也是會在這方面有實體的網購 或者網上的店舖 然後再看看旅遊會不會復甦呢 短期內旅遊反而沒有辦法恢復 所以我們看到 澳門的股票跌得慘了 即是關於澳門的豪島股 關於 旅遊的股份 航空公司 全部都死了 油價自然要跌了 因為 當航空公司也不需要入油 因為沒有人用 交通方面 一定是有部分的大受打擊 當然鐵路可以 但是 有些就不行 跨境的鐵路就死了 現在 我們一定要 重新認識我們身邊 所有的商業的運作 因為 這次的lockdown 可以說是 造就了一批的行業出來是受益 但是更加大面積的行業是受累的 剛才我們所說的很多行業 英國其實更加麻煩 就是我們約不到看樓 每個人都說lockdown 沒有人看樓 亦都想約不到看樓 你想想 那個情況多嚴重 多惡劣 不是只是想看樓看不到 銀行也不做事 因為早一陣子 譬如是成交了那些 他們一定要借銀行 一定要做按揭 銀行不開 他們是批了給你的 但是銀行不開 要等別人上班 業主能不能等 就變成了很多個案是成交不了的 因為 沒有銀行開工 銀行也可能跟他不是太熟的客人就不開工 你很熟的人可能會幫你 變成了整個經濟環境 那個生態 是會變化得很大 當然我現在沒有辦法一一跟你說哪些好 哪些不好 哪些會受惠 不是搞你炒股 亦不是搞你投資 而是說我們 將來我們是要重新適應那個經濟大洗牌 是全球一起洗牌的 接下來的人 習慣做些甚麼呢 以前沒有人用 現在每個人都會用Twitter 反而 Facebook可能會慢慢減弱他們的影響力 這是接下來我們分析的大小有機會發生的事情 這節時間就差不多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黃師傅裝修公司 支持88銷口 這節時間真的完結了 拜拜